现在我们找到了一辆被遗弃的月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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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个拔 修好了 我们就要开着他去找老虎了 走吧 走走走 喔 喔 喔 吃着老虎 大老虎 大老虎 快怕 白白的开始 大概三音 鸡车 鸡车 你去一起 去鸡车 哈喽 大家好 哈喽 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带虫虫来到他最喜欢的动物园 悉尼的塔荣盖棕 这里呢是位于莫斯曼 就是在悉尼港附近 可以看到背后的悉尼大桥 哥俊岳还有悉尼坦 就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地方 因为它的风景绝美 可以算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动物园了 最一 OK 最一 成功开心吗 好 我们去看看吧 我们去看看吧 我们坐缆车啦 这个有点紧张 Let's go Thank you 哇 这个动物园还提供了坐缆车 从范瑞到这个游园入口的地方 就是很方便 我们就不需要爬山了 因为它是建在一个山上 你看打象 看看有没有打象 有没有打象 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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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了缆车啦 谢谢 谢谢 拿着 从从哪儿 来看看这个地图 看这个动物园的地图 我们现在在山顶上 然后我们要一路往下走 我很喜欢这个台中高的动物园 就是它很像迪斯尼乐园 它会分了很多区 而且是按照每个大陆的特色 有非洲区 我们可以看到长颈鹿 还有狮子 还有亚洲区 我们可以看到大象 还有马羊区 这是从从的动物园绘本 我们要第一站看什么 Who sleeps all day 谁每天都在睡觉呢 Corella Corella 是不是 那我们现在就去看Corella吧 好不好 好 嗯 我们去看Corella Corella 看到了吗 这个Corella常在树荫底下睡觉 它很会选变啊 对啊 彤彤 你知道Corella的中文名叫什么吗 叫树带熊 或者叫五尾熊 对对对 因为它其实圆圆的 真的没有尾巴 而且它的这个雌性的肚皮 像是有个带子的 澳洲的什么东西都有带子 对 就像你看有带鼠啊 带狼啊 带熊啊 像Corella叫树带熊 因为它整天爬在树上 那乖乖你知道 Corella一天要睡多久吗 我觉得它要睡很多 我猜要20个小 这里有写 因为人类的开采 把树都砍到了 尤其是澳洲 Corella喜欢是在安树上栖息 但是因为这边的矿业和农业 还有人类的居住环境 导致它们的安树栖息地越来越少了 所以我们 其实Corella是一个很宾威的保护物种 就跟我们的大熊猫一样 对不对 听话在哪呢 你给爸爸指一指 听话呢 哇 我们现在到了非洲馆了 这边有Africa Lands 就是狮子 还有长久路 我们进去看看长久路吧 好 好 用大的看 要大 要大 虫虫 虫 望静静 望静静 那跟你啥呀 你还用反方向的来 用反着看 你这什么都看不见 等一下 虫虫自己探索吧 虫虫喜欢用哪边 这边 这边 这边啊 还有转方向 这看就想了 嗯 嗯 啊 那边就在吃草呢 你看 有这边 你大家想的 感受一下非洲大草原的生活 这个区域呢 很有迪士尼动画狮子王的风格 屏幕上出现的非洲小朋友 还会和你对话 讲述他的生活和故事 你看看 那黑色的 这里 左边 一些星星在排排坐 他们可以在早上开会 开晨会 开晨会 有个领导说一下 今天要吃几根香蕉 诶 今天有 哇 没想到动物园还能偶遇我的偶像 真 古代尔博士 他花了50多年 在非洲观察和研究黑猩猩 并建立了自己的基金会 来保护地球的生态环境 在B站的小伙伴还可以关注他的频道哦 看 哦 大清醒了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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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在哪 他们在那里 这狮子在睡觉 你都起来 起来了 狮子起床了 它 味道 了 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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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n we stop and see you and see what's this? What's this? What's this? What's this? 你都在哪里呢? 想看我看一看 哦 打开了 这就是你了 看一下 哦 它们怎么能进去啊 它们进去了 你出来了 好玩吗? 可以看到我们身后的长久路吗? 我特别喜欢这个动物鱼啊 就是它根本就没有围栏 也没有那种什么像监狱的感觉 这动物都可以漫步在园区里 然后可以跟它们互动 虫中喜欢吗? 就这个小动物它不让我吃葡萄 这个葡萄可以吗? 没有 没有 你看 不要吃葡萄 葡萄都是虫中的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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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 好好好 你也看啦 都不要吃 带了什么好吃的 就有一碗凉面 准备了一些紫菜包饭 蛋饼 土豆泥还有两个 还有虫中最爱吃的 这是什么? 不错 不错 在这里呢 我特别想表扬一下澳洲的亲子设施 像Parents Room母婴室呢 就有微波炉 饮用水 还有换尿布的台子 同时还给小朋友们提供了一些玩具 以及给妈妈的喂奶椅 像这个动物园里还有一个亲子的小厕所 这个高度呢 刚刚好 重重自己都能爬上去 真的是太方便了 像这次我就把午饭拿到这里热了一下 大家就可以吃热腾腾的野餐了 我们看看能不能看到老虎 嗯 对 大哥 哇 欢迎 乘机 乘机 这场门打开了吗 打开了 我们走 是 好 对 好 很好 好 哇 好 好 好 更热的,更热的 我们到了印度尼西安 你看,这批鸡的鱼 这个热带鱼 小麦布 非常有热带广加的风情 鱼飘 还有各种蟑螂 鱼飘 小麦布 鱼飘 还有烟带鱼飘 鱼飘 鱼飘 我马上都到家了 鱼飘 看来老捧的妈 大伙什么样子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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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啊呜 我吃 我吃饭饭了 你吃饭饭了 你吃饭饭 啊呜 虫虫来吃 虫虫 虫虫 老虎 虫虫 老虎 啊呜 老虎转过来盯着他吓坏了 我吃饭饭了 这是虫虫 我吃饭了 出了老虎园区 竟然进入到了一个虚拟小超市 这里呢 都是澳洲本地的品牌 你可以在这里选择你喜欢的商品 然后发邮件过去 帮助老虎们筹集一些善款 不得不说澳洲的品牌还是很有责任心的 这个teamtam呢 就是当地最受欢迎的巧克力饼干 有点像我们吃的微话饼 有点像我们吃的 真的像我们吃的 这种 像是游泳罐子 像在飞吗 叫什么摸摸 来 摸摸 嗯 大企鹅 爸爸也大企鹅 爸爸也大企鹅 大企鹅 好了 我们今天动物园逛完了 初初又进入了烤拉熊模式 对 要不够被爆了 好 好,那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